这是你眼前熟悉的世界 但通过另一个视角 它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由数字组成的新世界 而对这些数字进行处理的过程 就是所谓的计算 是的 支撑这个数字世界运转的 本质上并不是人力 物力 或者财力 而是算力 那么 我们究竟是如何算出一个世界的 未来 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要彻底拆开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组成这个世界的只有两个数字 0和1 而将这两个抽象数字 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的 就是在电路中 分别与1 0对应的开和关 在计算机中 担任这个开关的曾经是电子管 但不久之后 一种叫做晶体管的半导体器件 替代了它 并带来了更强大的运算能力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诞生和发展 今天 一台普通电脑中的芯片 就能以支架盖的大小 集成上百亿个晶体管 来支撑一场流畅的游戏等等 但对于科研领域的高难度问题 普通计算机 还远远不足以应对 如果能将无数芯片联合起来 就能用一场合灵为整的进化 来激发更强的算力 这就是超级计算机 简称超算 1992年 银河二号超算攻克了多个CPU 并行计算的难关 运算速度达到十亿次 让中国成为少数几个 能实现五到七天天气预报的国家之一 通过对体系结构和芯片的不断改进 如今 中国最强超算神威太湖之光的算力 已经超过了十亿次 在可控核聚变和药物研发等更多复杂领域中大展身手 然而 在超算蓬勃发展的数十年间 互联网的普及 让普通人的算力需求 同样出现爆炸式增长 以我们熟知的高铁为例 作为全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 在春运 国庆等高峰时期 中国高铁的最短发车间隔 仅有四分钟 要让它们安全有序的行驶 就必须依赖强大的算力 而这需要更大范围的算力整合 2006年提出的云计算 可以通过网络将分散的算力资源汇聚在一起 并抽象为一个虚拟资源池 提供低成本的算力服务 但这还只是算力革命的第一步 2016年 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冠军 7年后 Chat GPT风靡全球 人工智能的奇迹背后是一种名为智算的特殊算力 相比于擅长科学计算的超算 它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运算训练 通过智算 立江天文台每晚产生的海量观测数据的处理时间 可以从百天缩减到几分钟 从而更快地为人类找到新的星星 智算的出现 引发了算力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而这仅仅依靠云计算已经无法应对 为此 2021年 中国移动发布白皮书 首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算力网络 它以算力为中心 让网络作为根基 将多种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形成一张超级大网 就像电网 能够灵活调配不同类型的电力 算力网络也能将超算 制算 通用算力 甚至是量子算力全部并入一张网络 等待召唤 更重要的是 它还拥有一个智慧的算网大脑 能够感知算力资源 并根据用户需求 自动计算出相匹配的算力大小和算力类型 然后对算力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不仅能降低成本 更显著提升了算力资源利用率 这对于资源分布不均的中国东西部而言 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如果能借由算力网络 在东部就近处理对实验要求较高的计算任务 而将存储备份等其他任务 前一道算力资源丰富的西部 就能有效分担东部的计算压力 因此 数字世界需要一个能与南水北调和西电东宋比肩的超级工程 那就是东数西算 在2022年正式启动的东数西算工程正是算力网络的一次落地实践 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和8个算力枢纽 可以借助全光纤构建的骨干网络 联为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 为各行各业提供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算力服务 现在 你所看到的一部在浙江恒电生产的电视剧 它的渲染可能是在西部某座城市完成的 而在不久之后 我们还会在更多的领域中看到算力网络的身影 2023年 世界上最长的400G高速光传输网络诞生 不仅横跨浙江等四个省份 还将容量提升至常规光网络的四倍 当这样的高速通道越来越多 越来越远 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算力网络也将变为现实 到那时 算力将把信息和能量融为一体 成为和水电一样的新型基础能源 提供一点接入集取集用的社会级服务 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享受它带来的便利 到那时 智能生产 自动驾驶将会变得随处可见 元宇宙不再是虚幻的想象 而我们也才能真正领略到 算力作为一种全新能源的价值 回望人类文明 当第一盏电灯亮起 没有人会想到 电力网络将成为现代社会的底座 当第一缕电波传来 也没有人会想到通信网络能让天涯变为咫尺 而今天 当算力网络成为现实 它不仅会改变世界 还将创造一个由数字组成的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